大家好,我是卡姐 卡姐又来美国Portland 住了一段时间 卡姐很多时候在家煮饭 去买菜 今天女儿说不要煮了 妈妈不要煮了 跟女婿带我去吃饭 这间是吃西餐 其实我没什么所谓 我吃什么餐都可以 等一会儿我会和大家分享 很多朋友问卡姐 如何和女婿和女婿相处 先吃东西 吃东西就和大家说 这间有三片沙滑刀 上面放些苹果 放些煮酒 放些煮酒 放些羊 头盘 多数年轻的厨师 都是想一些心思 和我们近期的厨师 不同的 我们以前 一定要大堆头的西餐 现在就要很精巧 好吃的 好吃的 又要摆盘 又要漂亮的 时代不同的了 今天 这间餐厅的外面 真的很漂亮 只是不用吃 看这个景 已经很心亢神移 外面有喷泉 吃完 我就出去拍一拍给大家看 卡姐就是一个老人家 好像卡姐那样的年纪朋友 真的很多 我们一起聊聊家事 婆婆妈妈的事情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你这么好 和媳妇和女婿相处得这么开心 不是好 而是要大家懂得做 我一早 很早 有没有一年 我拍过一个视频 就是说 如何和媳妇相处 首先说 当她是女儿 你给出一个诚意 给出一个真心 她知道的 人心欲造 很多人就说 不是啊 我卡姐 一个屋帅下 没有两个女主人 你要这么看 来到我家 卡姐就是我家的女主人 但是去到媳妇家 媳妇家 媳妇家 就是媳妇是女主人 我们一定要分开主次 女主人 要分装 要分装 可以做大器 你不可以 这样 亂装 女主人 去到媳妇家 我也说 媳妇说 她说 吃什么 就是吃什么 她说 吃什么 可能都未必適合自己 但有什么所谓 好 就吃多件 不適合 就吃小件 她们始终要上班 星期一至星期五都上班 上班後自己開車出去之前 去搜尋一下你想吃什麼 中西日韓台什麼都可以 搜尋好 做了功課 拿張紙出來寄好 或者下載到手機上 出去吃什麼都可以 早上喝茶 中午吃牛扒 晚上吃村菜什麼都可以 但是跟子女一起的時候 因為不是經常跟他們一起相處 不同國家生活 難得跟子孫一起 何不必呢 晚上不夠飽 你可以去買零食 現在美國各個城市都有華人超市 你可以買很多零食 杯麵 香蕉 不夠飽就吃香蕉 沖杯麵 吃了都不知道 放在客房裡 日後他們上班才倒垃圾 這樣就懂得做人 就不要說 我這個又不能吃的 那樣又不行的 這樣就令到別人很難做 別人全家人要遷就你了 對女婿也是一樣 好像跟兒子一樣 一時同人 還有就是由於女婿 幾個媳婦都不是中國人 一起的時候 千萬不要跟子女說中文 令到別人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一時跟別人全部說完英文 突然間我就會轉了頻道 我說的話大家都聽得明白 這樣就最好 千萬不要自自浸 你說中文 另外他們那一半又不聽不明白 你說什麼 那些菜就來了 這份是我的女婿 我女兒吃沙律 我女兒喜歡吃沙律 那些吞拿魚沙律 那樣 那些擺盤挺漂亮的 那我就試一試 她的漢堡 她說安格斯牛扒 那我又試一試 那我又覺得她 咦 挺棒的 我以前就做過 無千無萬的漢堡包 所以我有時都 來不來都很有情懷 那都想試一試 那些廚師做的漢堡包 那我今天看到她的 Open Kitchen 裏面那些 那些 全部都是很年輕 年輕人 那些西人 那我又試一試 她的手勢可不可以 那我女兒呢 那我女婿 提議我吃這個 那樣 我說不是啊 我又想試一試她的Burger 看看怎樣 那還有一件事 說開吃東西 那我們都老人 真的要好識做 千萬不要說 我在哪裏吃的更好 哪裏吃的更好 哪裏吃的更好 其實呢 在西人的社會裏面 真的 那些子女請來吃飯 你一定要擺出 誠意禮貌 感謝 好不好吃都好 當然我這一餐就很好吃 因為我自己選擇的 看菜單我自己選擇的 有些媽媽呢 她就擺出自己 好像是一個食家 那樣 我又怎樣 講一大論的時候 就 哎呀 言多必失的了 真的 有時呢 我們做父母呢 又好注意 你看我又給那些 給那些兒子 給那些女婿 給那些女婿 嘗試 那些Burger 其實我就不吃得那麼多 人老呢 有時真的吃不得那麼多 很多時候呢 我的身邊人 我的外子呢 也是 她本身也是英國人 她又吃那些東西 又是很簡單 而且吃得很少 現在我們也是 我身邊人都經常說我 哎呀 你呀 真是 很餵食的 我說是呀 我是很餵食的 她說你要注意的了 年紀大了 不可以這麼放縱的了 但是anyway 出到來 這邊呢 過到來 一定是放縱的了 好似弟哥 那樣 反老頑童 吃回些薯條 那些東西 但現在咳了 想吃都沒得吃 好想吃 有時他們炸到的薯條 都挺漂亮的 但不敢吃了 現在咳了 是呀 這樣 所以 有時我們說 家王萬是興 是很重要的 就是 有時 最重要 老的又會做 她年輕 有時有很多提議 媽媽你又去哪裏 行山 你又去哪裏 她還以為媽媽18歲 很多時候都是趁熱鬧 盡力而為 這樣 所以 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 就是講家頭事務 希望大家 如果和阿卡姐 和年齡人 大家都 希望 和兒子 和兒子 相處 和和 沐沐沐 我們的年紀 就 一直往前走 需數越來越大 和兒子 相處 每一日 都覺得非常珍惜 所以 在美國生活 我都很開心 真的 見到這些兒子 為何 今天我都去喝茶的時候 有個侍應都問我 你為何不搬過來這邊住呢 她問我 問我 在哪裏來 她看見我背著背包 我有些相機在那裏 我就跟她說 我是溫哥華來的 她說溫哥華很近而已 她說 她以為是華盛頓州的溫哥華 我不是那個溫哥華 她說 是華盛頓州的溫哥華 是華盛頓州的溫哥華 我說 是 她說 她說 你過來做什麼 我過來探子女 順便過來小住 為何不過來 有時候都不想說那麼多 家有長輩有老人 也沒有辦法 有時候 我們小孩子 我們也很掛小孩子 但是老了的父母輩 我們也很掛 好像我現在過來之後 都不知道她自己的生活如何 儘管是和她Facetime 和她聊天 工人又說她不是吃得很多 平時我都很多時候 煮的東西給她吃都很適合她的口味 現在我只能夠 是交下工人 怎樣煮 所以 甲心階層 就是 怎樣說呢 是不是叫做蠟燭兩頭燒 就是 你都不知道怎麼顧 沒有辦法 其實自己都不年輕 但是 家裡還有老人 很多時候 你走得遠 走得去得久 始終都是心掛掛的 是不是 都不知道她怎樣 很多時候 打到電話回去 就說 沒有什麼事 那 是沒有什麼事 就是 平時我 經常回西溫 帶她去 收一下收指甲 去整一下頭髮 出去吃點餅 喝杯咖啡 現在我過來 工人就不帶她遠 因為工人沒有車 在西溫山上 就很難下來了 所以 每天在家裡 幸好現在溫光華都比較冷 又下雪 都是小出街為廟 老人家 是吧 但是 就是 希望 我就 在這裡 住一下 但是 有時候都很難說 如果 老人家 繼續 說沒有什麼遺口 我都可能 遲些又回去 所以 是吧 做人就是這樣 又希望父母 長命百歲 又希望 接近一些兒孫 是吧 做人很矛盾 不是說貪心 而是做人真的有些矛盾 是吧 很多時候 我們做中間 那一輩 就盡量 盡做 是吧 所以 很多人 就是 不同的子女 住一個城市 就 就 好像卡姐 你真的要抽到時間 才是 可以見到面 那 還好 卡姐 就是 年輕的時候 去捱世界 都捱到 有一間小屋 在美國 可以自己有個鬥 始終 有時候 有個網友 都 真的很忠實的網友 他就跟我說 你形容年輕人的廚房 很可愛 不是 事實是 那些年輕人 他們又找設計師來設計那間屋 又裝修到立立亮 很簡單 好像我們一樣 去超市買一塊魚 很想我煎 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 我都看到超市 有些牙帶 有些大魚 很大條 用來煎 是不是很好吃 如果我去過媳婦家 我真的不敢煎 煎到煙蹦蹦 那些腥味 都不知道 點什麼蠟燭 都去不了 是吧 我初初 煮這些菜 我年輕的時候 我的媽媽 她是英國人 她都問我 你煮什麼菜 她說 你為什麼不放進烤箱裡 你為什麼不去焗 你現在的餐廳的外型 是不是很漂亮 真是很漂亮 拍下河邊給大家看 繼續 琦姐和大家 東拉西斜聊天 我說 那些魚 真的放進烤箱裡煎 才好吃 我自己也是廚師 放進烤箱裡 不是不燙 不是說不燙 不燙得漂亮 但是 你是用油去煎 那些魚才脆脆脆的 我們小時候 吃慣家裡煮飯 香港人就很喜歡 走去那些街市裡 買一件魚 紅衣魚 也來煎一餐 大眼雞 也來煎一餐 煎了 拿來煮番茄 或者是滾豆腐湯 大眼雞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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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都放進烤箱裡 他做不到煎魚的效果 所以 幸好當時 都分開住 不然 都不知道怎樣 想吃 就只能回家 才能吃 對吧 那又很幸運 身邊人都諒解 雖然 不是說吃中餐大的人 但他都諒解太太的飲食文化 雖然我自己都是煮西餐 但是 人真的很奇怪 你在什麼家庭長大的 你爸爸媽媽煮什麼菜給你吃的 你真的到時到後 就心思思的了 就好像我現在過了來美國 真的很想去找 有時找一碗雲吞麵吃 牛腩可食 暫時都未找到 看到一個網友留言說 現在溫哥華的酒樓 都越做越差了 都不知道去哪裡喝茶好 其實你離開了溫哥華 你去北美其他城市 你走一圈之後 比較之後 我相信這位網友 你覺得溫哥華多差都好 你都覺得那些東西是好吃的 我跟你說 那我就慢慢分享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今天喝茶就好笑的 他又說開茶市 又有腸粉 又有什麼都可以吃 點心 但他不是開一壺茶給你的 他很老了 他只是拿個紙杯 拿個杯去裝一杯茶給你 他問我要冰水 要茶 我現在在咳嗽 當然不敢喝冰水 這樣就喝茶 但他真的拿個杯來 裝一杯茶給你的 那些腸粉 就放在盒裡 拉好放在盒裡 所以 當然 我都覺得 好吃又是 吃不好吃又是一餐而已 沒什麼所謂的 都是尊重別人 或者別人這裏是流行的 這裏的中餐可能是這樣 現在我們吃完飯 又走進來這個shopping plaza 那裏 走走走 那裏的女婿就說 這裏有間電影院 就很棒的 那我說 如果是看電影 就找些合家歡的來看 不要打到銀幕爛那裏 那裏是受不了了 我們經常在他們自己的家 電影院裏看的電影 就真的大聲到 好像打到銀幕都爛 我真的受不了那裏 就這麼刺激了 所以 我也是喜歡看一些 合家歡 或者是說一些愛情 那些 開開心心 娛樂 你看現在 燈光火燭 這個plaza 這裏 這些 shopping center 很多很多 真的 隔幾條馬路有一個 真的他們的消費力很強 人不得不承認 賺美金 那些美金的紫水值 所以 溫哥華 即是 加拿大 來美國旅行 好 探親也好 過來住也好 那些錢 就不見了一月的 因為我們的加幣 兌換美金 真是小感一月的 再加上我們那個消費模式 就不及美國人的 那我看見那些美國人的消費模式 他們真是 好 怎樣說呢 給我們加拿大 就是 即是 即是 消費 肯消費 我們 很多時候 一季 就想過度過 是吧 那這些 這樣的plaza 行限地 幾十間 一百間的店舖 是吧 又有二樓 上了二樓 都有的 燈光火燭 是吧 如果他沒有生意 根本沒有得做 是吧 你做生意都要圍個被子 是吧 你看 你看 晚頭野都可以來逛街 在溫哥華 晚頭野 我相信 逛街不是沒有 真是少 是吧 美國都是適應一些年輕人 真是 你看 如果那些年輕人 晚頭野 收了工 都可以出來逛逛逛逛 深馬的時候 有那些雪糕店 大排長龍 買雪糕 雪糕不便宜的 五元美金 七個多美金 一個的 但是 他們消費得起 所以 你看 開這麼多購物中心 他們都可以消化得到 他們的購買力 真是比我們加拿大好很多 這個真的有對比 是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再見